雖然譚美颱風來勢洶洶 不過投成搶孤活動 還是依照既定程序不會風雨 在今天農曆七月半 將飯棚搭設完畢 而且也繼續趕工孤棚 以免影響到9月4號的搶孤比賽 為了因應時程的關係 中原祭典協會 今天早上九點 將飯站吊掛上飯棚 就算風雨交加 也要在中原節這天完成 不過晚上的儀式 則是延後兩天 七月十五就是吊這個飯棚 上去 照說就是後來就開蒙普斯 開蒙普斯科医的儀式 今天剛風台 就是研究在17號 現在飯棚風雨無止 再去這個高點就吊起來 所以說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 飯棚要把它吊好了 飯棚的作用也是一樣 供給今天搶孤 也是搶孤 它比較低 但是上面 供也是有很多的一個供品 選手說這個不要組隊 夠遠就可以了 另外為了九月四號的搶孤祭典比賽 工作人員正在敢供 進行孤棚的架設 好讓13隻孤棚 能夠順利吊上去 九月四號就是我們七月之九 八月之九 我們13牆的牆 就在吊在我們現在這個牆 這個牆 這個現在等於四天 等於四天 所以我們今天風雨也是照想在做 當天飯棚也會舉辦個人搶孤 並將飯棚的祭品分送給民眾 宜蘭兄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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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